中國政府最近就拿澳洲的大賣牛肉葡萄酒開刀 那現在又傳出 當局突然就逮捕了澳洲籍的華裔女主播 讓兩國的緊張關係雪上加霜 澳洲外交部就證實 中國官媒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英語頻道 女主播陳磊已經遭到北京當局監禁超過兩週 理由呢不知道 儘管外界相當的困惑 但中澳雙方似乎都沒打算 揭露更多的細節 讓整起案件撲朔迷離 CGTN是中共的大外宣 而且能夠當上官媒的主播就表示被視為體制中人 北京當局怎麼會把自家人給拔掉了 難道就只是因為他的國籍不正確嗎 大家好我是范淇貝 歡迎收看范淇貝的today看世界 自從8月起 陳磊的同事就一直無法聯絡上他 電子郵件也都沒回 讓親友們就開始擔心他遭遇不测 選擇向澳洲政府求助 最後透過外交管道就確認陳磊被抓了消息 澳洲外交部長佩恩表示呢 他們在8月14日收到北京當局拘留 陳磊的正式通知 澳洲官員也在幾天之前 就透過視訊電話探視陳磊 根據呢這個澳洲公共廣播公司的報導 陳磊沒有被起訴 也還沒有被逮捕 但是目前正遭到監視居住 這種監視居住 乍聽之下很像軟禁或是溫和版的居留 但實際上就是秘密關押 中國政府呢可以用這個名義 在正式逮捕嫌犯之前 限制他的自由並且進行訓問 最長可達6個月 期間無論家人或律師都不准有聯繫 那這6個月會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人說的準 奇妙的是呢消息獲得證實之後 CGTN就火速的把他的資料 專頁跟他過去的採訪影片通通刪光光 那微博帳號也消失了 那現在唯一剩下的就是推特帳號 最後發文是停留在8月11日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倒數第二條推文 上面就說啊 本來要跟愛爾蘭官員討論TikTok的政治化 疑似受到政府施壓而被取消了 難道是禍從口出嗎 澳洲政府表示至今都還不知道 陳磊被捕的原因 中方也沒有進一步回應 那整起事件就讓外界物理看花 新年45歲的陳磊是出生於湖南 10歲呢就隨父母移民澳洲 畢業於昆士蘭大學 在加入央視之前呢 曾經在澳洲金融圈工作 獲得澳洲籍之後就回到北京 先後在CCTV NEWS啊 財經頻道CNBC ASIA 跟CGTN任職 曾經報導過2008年 北京奧運跟2010年的上海世博 還被指派直播采訪中國人大會議 相當的受到北京當局的信任跟器重 兩年前還接受了澳洲外交部的業配 幫忙招攬中國學生赴澳留學 顯示陳磊在中澳兩邊都很吃得開 加上他主要負責財經新聞 這個領域本來就比較不涉及政治 因此呢他被捕的消息 就讓同業相當錯愕不解 不過或許中國特色的拘留 本來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今年3月呢 澳洲籍的華裔作家楊恆均 就遭了中國以間諜罪正式起訴 曾經在中國外交部工作的楊恆均 就自稱民主小販 經常在網路上就批評中國時政 那去年1月入境廣州之後 就被當局帶走了 消失了7個月 中國政府才證實他被逮捕 目前呢具體情況不明 如今短短一年半之內 第二名的澳洲籍華裔被消失 媒體揣測恐怕跟中澳最近撕破臉 脫不了關係 這幾個月以來 北京當局對澳洲 展開一連串的密集制裁 包括第一對澳洲大賣 科徵80.5%的高額關稅 第二禁止5家澳洲屠宰場 向中國出口牛肉 第三對澳洲的葡萄酒展開 反傾銷調查 第四聲稱澳洲發生多起排華事件 呼籲國人不要去澳洲旅遊 第五提醒中國學生要慎選赴澳留學 所以這個中共到底在氣什麼呢 還不就是澳洲 多數要調查COVID-19起源嘛 2018年澳洲政府以國安為由 不讓華為建設澳洲5G網路 就已經讓北京很不爽了 那今年疫情爆發之後 澳洲外長說要推動 針對這個病毒起源的獨立調查 就獲得100多國的支持連署 還在五月的世界衛生大會上 就通過了動議 結果中國就微笑著爆炸了 北京當局就堅稱 對澳洲採取的措施 絕對不是報復 不過忍了四個月 上週三中國駐澳公使 王熙寧終於鬆口表示 澳洲沒先跟我們打個招呼 就突然說要調查 有夠沒禮貌了 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簡直像是凱撒大帝 被養子背叛刺殺一樣 根據民調澳洲民眾對中國的印象 在近年來是急速下滑 越來越多民眾支持澳洲政府 對中國硬起來 澳洲政府也警告民眾 去中國旅遊要小心被當局隨意拘捕 但近30年來從來沒有經濟衰退的澳洲經濟 不抵Covid-19 在這個星期三正式進入經濟衰退 今年第二季也就是4到6月 澳洲的經濟成長是-7% 這是澳洲政府自1959年 開始有記錄之後最低的數字 在經濟如此嚴峻的情況之下 澳洲對最大貿易夥伴國的中國能有多贏 你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趕快分享給更多人看見 你可以訂閱LINE Today的官方帳號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聞 包括這個節目推送到你的手機裡 萬一錯過了 到LINE Today的國際欄目裡面 就我們所有的報導 飯學了Today看世界 天天為你精選一則國際話題 帶你快速你要懂世界大師 我們明天見 我們明天見